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oEJS详解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阿米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组件系统 什么组件系统呢 在讲组件系统之前 我们要先说这么一句话 几乎任意类型的应用的界面 我们都可以抽象为一颗组件树 好 这一个的话 相信对于任何群单的这一块 都要学会像这样来做一个抽象的理解它 所以任何一种界面 比如说body 然后body它有两大组件树 对吧 两个树 一个是head 一个是 比如说我们html 然后它两个大树叉 一个是head 一个是body 然后head里面有其他的 body里面有其他的那些的 那么几乎所有类型的应用的界面 应用类型的界面 我们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组件树 好 先说明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相信对这一个图来说 有基础的同学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 那我已经说过了 要学这门课程 那么提前有些阶子基础 那么能学这门课程的同学 都应该是有基础的 所以我在这里不做过多的废话 首先 组件系统 它是VOE解释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抽象 这个抽象 怎么说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 数的一种形式 它可以让我们 用一种独立并且可以复应用的小组件 来构建一些大型的应用 说白了 就是把一个大型项目 给它分解为一些小型项目 然后呢 以数的形式给它构建起来 那么既然是数的形式构建起来的话 那么有一点要说明的 就是说 一个典型的VOEJS构建的大型应用 它就加成一颗组件数 好 那么在后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做详细的一个讲解 不过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假想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简单的一个假想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DIV ID等于APP 好 我们给一个ID等于APP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就来一个APP NIV APP NIV APP VLO APP Sitebar Fcontact 好 就像这样来 像这样给它写出来的一种 假想的一个V6 好 我们看着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V1JS的组件 非常类似于一些自定义的元素 那么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很多这些元素都是一些自定义的 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的什么 XML 对吧 XML 好 我们习惯于读XML 那么它是 Web规范 Web组件规范的一部分 其中 其中 这个组件 它的语法就参考了Web组件规范 好 那么 组件系统 是用 VUE构建大型项目应用的一种基础 但是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高局的工具和多种支持库 那么这些东西 可以一起和VUE一起构成的一个 更加宽价性的一种系统 那么这一块 这些东西都会在后面来讲解到 那么中上所述 我们都知道了 VUE 它有两大模块 一个是响应的数据板定 一个是组件系统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就将会围绕这两个大模块进行展开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节的课程 谢谢大家